这个AOX的Water它的好处是在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这个尿酸 然后我经常我的膝盖跟我的脚都会痛 所以我以前就已经听过这个Alkaline Water 整20年但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然后是因为最近我去一个Mission Trip 然后跟我的一个教会一个弟兄去 然后他刚好身上有带一个 这个Alkaline Kids 就是说可以Build Alkaline的 所以他每天都给我喝 他每天都喂我喝这个水 所以慢慢的喝这个水过后 就减轻了我的这个气概的疼痛 然后回来的时候 回来了两个礼拜 他也一直在找我叫我去验 其实他有个Lab可以验下我的血的情况如何 然后我来的时候他就给我验 然后我非常的惊讶 我看到我的血液并不是那样的健康 所以他有介绍的时候 等一下他会给我喝他们的这个Alkaline Alkaline Water 所以我就喝了过后 20分钟过后他就帮我在检验的时候 我就看见到我的血球开始分散 我在买了过后两个礼拜 这个水对我来讲是相当有帮助的 第一个帮助就是说在我的胃口上面 他改变了我的胃口 我以前是非常喜欢吃油腻的东西 尤其是猪脚啊这些东西 然后现在很喜欢吃 吃的不过只是吃到一点点我就不觉得什么喜欢吃 然后特别喜欢吃蔬菜 特别喜欢吃蔬菜 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水真的能改变人的这个胃口 然后也改变我的健康 我记得医生 我还没有喝这个Alkaline Water之前 我曾经也因为尿酸的关系 需要我哥哥背我去打针 所以然后医生也劝我说 因为我的气概我的体重75.8 相当医生说不行 这样你的气概承受不了我身体的重量 他说我如果可以的话 必须要减到65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很头痛 我又很贪吃很爱吃 油腻很喜欢吃炸 喜欢吃猪脚这些东西 喝了这个水过后我的胃口改变 两个礼拜里面 我的体重跌到 昨天我刚刚又去量一下 我的体重是70.9 从多少跌到70.9 从75.6 两个礼拜内你掉了大概5公斤 差不多要5公斤 所以这水它能够帮助我 主要我觉得它能够调整我的身体 它调整我的身体 使我的这个饮食比较均衡一点 然后在睡眠上面 我还是一样我很吃睡的 不过我喝了这个水过后 我还是觉得我的精力好像非常的充足 然后我就每天就放了一大瓶水在我的车上 即使有时我没有吃什么东西 我喝那个水过后 我就觉得 哎 很像可以补动我的精力 然后尤其是我的膝盖 这个膝盖关起了 因为它有这个silica silica能够帮助我补助我的膝盖的需要 然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我孩子有那个sinus 晚上睡觉他们很辛苦 经常会被Blochnose 然后他们有跟我介绍说 可以用这个Alkaline water 然后放在这个仪器里面 然后开动它 然后能够造成可以发出那个 Antioxidant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 我就拿回去就try try了第一个晚上 第二晚上我就 我孩子第二天早上起来就问他说 你昨晚睡得好吗 他说我睡得很好 然后我说哎呀可能这个是巧合了 然后后来第二天晚上我就问他说 怎样你睡得好不好 我说我睡得很好 然后我就再问 我就联系了有这样问他们 你们睡得好吗 OK吗 他说很好嘞 很清爽 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很清爽 不单单能够给造成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的健康 能够也可以分享给其他的人 好像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他也是收益蛮多的 因为我孩子他本身有ezuma 然后我相信这个水也能够慢慢的调整 他的血液的那个需要 有没有进步呢 这两个礼拜里面 这两个礼拜有进步 这两个礼拜有进步 然后我太太也喝了 我太太喝了他也是蛮开心的 我觉得那个主要是那个水啊 他的那个喝的那个感觉很舒服 他不像我们普通我们煮的水拿来喝 不一样的这个水不用煮你拿来喝 那个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还有你说偷吃牛肉 我其实不是要test这个water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吃牛肉 有时我忍了很久我都没有去吃 然后前几天刚好有很好吃的牛肉 所以我偷吃了两片 然后没有事情呢 通常我吃牛肉我隔天马上见效 所以我现在好我吃一点点牛肉没有问题 都是因为我相信这个水给我很大的帮助 他平衡了我的身体的一些的需要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的膝盖 我的膝盖因为我需要做工 做工需要这些身体上的补助 如果只要其中一个身体一部分出了问题 你就绝对很难做工 好谢谢